本次视频主要针对IR Framework的相关内容进行一个简单的解释说明 首先,IR Framework这个日语的英文 Integration Responsiveness Framework 中文可以理解为统合适应分析框架 这个分析框架是由Gossierre跟Bartlett两位教授 于1990年在他们两合著的书籍《地球市场时代的企业战略》中提出的 是一个针对在海外进行事业拓展的企业 它的经营战略与组织形态进行分析研究的这样一种分析框架 这个分析框架也是国际经营分野中经常会被考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内容 理论认为,在企业进行海外拓展的时候会面对两种压力 一种叫做全球统合压力 经营者需要考虑企业是否需要将事业进行国际范围内的标准化 以获得经营的效率性 另一种叫做现地适应压力 具体指经营者需要考虑是否需要根据海外进出国 或者地区当地所特有的环境状况与消费需求 进行有针对性的业务拓展与组织构筑 打个比方 如果某一个进行海外进出的企业 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采取单一的组织运营模式 虽然它能够通过降低复杂性解约运营成本 但是却很难根据海外进出国当地所特有的问题 进行一种灵活的应对 反之企业根据海外进出国当地不同的低于特点 进行独自的制品开发与贩卖的话 那么它在原材料调拨 生产 贩卖 物流等环节 都很难实现标准化与大规模生产 这样一来就不能享受规模经济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了 根据应对这两种压力方式的不同 能把进行海外拓展的企业 大致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 这是一种全球统合程度高 现地适应程度低的企业类型 它的特征是 这种类型的企业 它的精英资源与一丝决定 也就是所谓的精英方针的制定 都是高度集中于母公司的 海外子公司只需要按照母公司的指示 从事事业运营就可以了 组织的优点就是 母公司承担了战略测定 制品开发等等最核心 最重要的业务内容 各个子公司 只需严格执行母公司的指示 生产规格统一的产品 进行市场贩卖活动就可以了 这样的事业形态 能够获得极高的效率性 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 也能够使企业获得规模的经济效果 降低生产成本 缺点就是 这种高度中央级全形的组织形态 缺乏柔软性 不能够灵活应对 现地退的问题 什么都听母公司的指示 也会造成海外子公司 创新与学习能力的低下 这种组织形态 比较常见于制造业 特别是那些对制品规格 差别化要求程度低的业界 比如芯片制造 机械设备制造等等业界 代表企业就是右上角的 这个Catapira 它是美国的一个 以生产重型工业机械设备为主的 一个多国籍企业 第二种 是一种与 グローバル型相反的类型 它的全球统合程度很低 但是限定适应程度却很高 海外子公司的经营方针 很大程度上能够自己制定 经营资源也是自己掌握 能够按照自己独自的战略和核心竞争力 在现地市场 因地制宜地展开经营活动 优点就是灵活程度高 对于现地环境的适应能力强 缺点就是 因为它算能够看作一个 独立于母公司之外的个体 因此效率性比グローバル型要低 组织间的知识的交换 与学习能力也比较弱 这种组织形式比较容易出现在 像是确查这类食品行业 制品需要符合现地消费者的喜好 进行开发与调整 第三种 这种企业类型的国际统合 和现地适应程度都比较低 它基本上还是按照母公司的战略 与方针在进行经营活动的 但是母公司会给海外的子公司 一定的权限 这种类型的企业 子公司能够很好地学习母公司 所拥有的知识与技能 它的缺点就是 在规模的效率方面和现地适应方面 都属于一种比较平庸的状态 这种组织形式可能会比较长出现于 不需要标准化大规模生产贩卖 但是需要维持其组织结构 或者制品特点 或产品不需要进行现地调整的行业 比较有代表性的行业 有例如右上角提到的这个国际货物运输的FIDEX 还有像西尔顿酒店这样的酒店经营业界 最后一种 是一种国际统合程度和现地适应程度都很高的类型 海外子公司既能够根据现地的状况 进行自主的经营 又能够与母公司或者其他子公司 在资源调节与知识学习等方面保持紧密的联系 类型的优点是 它在需要标准化的环节 能够做到最大程度的标准化 但是又能在各国特有的环境下 因地之一的发展事业 这种企业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连结非常紧密 可能会经常进行视频会议 进行相互的交流 这种类型的企业 也能够通过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经营管理活动 积累经验 更好的去开发资源与能力 达到一种世界规模的学习 这种企业类型是一种理想性 它的实现比较困难 需要一种像network一样的组织模式 各自的组织承担着不同的责任 但却又是在共享知识与技术的条件下 进行经营活动的 是一种纠集完美的企业类型 以上就是IR Framework的具体内容 虽然企业能够根据IR Framework的定义 分为四种类型 但是这种划分和企业海外进出时的时间 所执行的经营战略是密切相关的 可能根据海外进出阶段的不同 与战略的变更发生变更 以便去达到一种适合企业目标实现的企业形态 以上就是IR Framework的相关内容 谢谢大家观看